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多年的Socialbook在这里将结合自身长期的海外KOL网红营销经验 为大家2020下半年的海外网红营销计划提供一些意见参考 希望大家能够对网红营销多一些了解 同时也可以思考如何优化自己的海外网红营销 一 找准平台 记住一个原则 网发网不一定是好方法 精准才是网到 YouTube视频网站于2006年被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 既然是谷歌系议员 可想而知YouTube在谷歌排名肯定是优先级别的 2017年6月 谷歌公司旗下全球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宣布 每月登陆其网站观看视频的用户达到15亿 用户每天在移动设备上观看的视频时长超过一个小时 很多用户都是通过YouTube上的KOL推荐寻找到自己所需的产品或商品 对于品牌主而言 Twitter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传播品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品牌 在Twitter上用户会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移动电话中的短信息形式推文 发布发推而140的推文字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该平台内容质量 文字经验内容丰富因此备受用户喜欢 因任何用户发推文都需要斟酌 阅读者的体验因此得到很好的提升 或许这恰恰是Twitter最吸引人的一面 同时这也是个适合标题党发挥的平台 Twitter上的KOL营销主要还是以偏向于热点 新闻内容营销分发 Facebook已经覆盖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中国、朝鲜等几个地区会开放 根据Facebook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20亿 KOL营销主要以社交、社会热点及化其性东西为主 Facebook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目前拥有8亿多月活跃用户 这活跃用户量已达5亿 Instagram上的KOL营销主要以分享美食、健身、摄影 时尚等美的东西开展专业性的论坛或者做活动为主 2.关于海外网红营销的相关反馈对营销人员 1.93%的营销人员称网红营销成功让他们的品牌得到关注 2.67%的营销人员认为网红营销最麻烦的一环就是找到合适的KOL 3.67%的营销人员称他们会在新的一年里增加网红营销方面的预算 4.51%的营销人员认为他们通过网红营销可以获得更优质的客源 6.与数字营销的传统形式相比网红营销能带来11倍的高ROI 7.2020年网红营销行业可能会成为价值50亿美金-100亿美金的行业 对顾客 1.86%的女性会到社交媒体上搜寻购物意见和建议 2.6%的人会参考自己喜欢的KOL的购物意见 3.56%的消费者称会因为看到社交媒体上某产品的正面评价而产生对该产品的购买兴趣 4.40%的人称他们会经不住Instagram、Twitter、Line、YouTube上KOL推广的诱惑进行线上购物 5.与女性相比男性顾客在实体店购买时有会更容易受博客上产品反馈的影响 对于相关行业时大热衷于网红营销的行业 3.选定与品牌匹配的网红 在与网红合作之前要认真思考这是跟品牌匹配度最高的面孔吗 因为一旦选定网红 他他将成为你品牌的代言人在社交媒体公开展现 不要仅从网红的粉丝人数来做决定 随着人数少但关注度高的微型网红可能与某些大众网红一样有效 而且价格便宜一定要做足功课 确保网红的价值观与品牌要传递的内在价值一致 确保网红的素质高 口才表达清晰 并且充分研究网红以往的帖子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目前社交平台上的网红数量多 呈现出的质量更是参差不齐 为确保您拥有合适的品牌和策略网红 我们为您提供三种寻找海外网红的方法 1. 站内搜索 在YouTube搜索栏上 任意输入产品关键词或者同行的品牌名称 就可以出现一堆网红 找到目标网红 进入网红的首页 查看频道推荐账号和YouTube系统推荐相关的账号 往往这个时候你会有很多意外发现 第一次搜索会发现找到的红人数量有限 可以再试试关键词拓展 将产品细分到某领域 具体用途 目标群体等等多方面查找 举个例子 假如你是做3C产品 如运动蓝牙耳机 你可以找一下数码产品爱好者 搜索的时候就可以搜Bluetooth headset 喜欢运动蓝牙耳机的一部分人中 又有运动爱好者 搜索的时候可以输入Sport或者Fitness相关的网红 但是该方法虽然最直接但也有缺点 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方法操作时间成本高 因为你需要手动寻找并且手动分析 而且也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你无法确定它们的数据真伪 二、利用网红平台 平台的好处不仅可以快速沟通 节省时间 还能保证网红的质量 可以使用全球最大的网红数据平台来确定 适合你广告的潜在网红 你可以在软件内部的Advanced Search里面 通过对KOL内容领域 理言、国家、近期活跃情况 以及粉丝画像来进行圈定 这样一来可以一次性划定范围 避免大海捞针式的一个个查看 三、找代理商